特首選戰越來越緊湊 唐英年和梁振英兩位參選人 連越來都多回落區和市民接觸 道文望 根據港大12月初的民意調查顯示 梁振英的支持度仍然領先 論競選陣營 兩個人都舉行過參選大會 唐英年明顯得到較多政商界名人和選委的支持 贏回一仗 最新戰線就來到比拼政綱的階段 梁振英放下身段落區和市民一起寫政綱 對於內地孕婦來香港同本地孕婦爭位 梁振英就說有需要的時候 內地孕婦即使有預約 都應該限制他們來港產子 但是唐英年就反對 我們現在現時已經做了 也都繼續會做的 就是透過一個配額制限制孕婦來香港產子 我們如果是要防止內地孕婦來香港生嬰兒的話 我們就只有更改基本法 或者是提請人大釋法 唐英年和梁振英都剛剛公佈了一個初步的政綱 在內地孕婦來港產子和主公問題上 各自有各的主張 我們一齊問問市民到底會支持誰多些 站在香港媽媽的立場來港的話 當然是保護自己的利益多些 所以梁振英說這句話是得到我們的心的 我會支持梁振英多些 支持福建居屋的說法 因為現在真的很多人都沒有居住 還有樓價這麼高 我覺得這個會是急切一點 可以幫到人多一點 唐英年 因為其實都是說 就是不應該限制他 他都說是法律賦予他有權利 來香港分辨 不應該限制他 我覺得 就是尊重法律賦予他 那你呢 我會支持梁振英 因為始終他如果要選香港特首 他應該是會削眼於香港人的利益為重 現在很多報導都說 就連香港的大兔婆都沒有位生 既然自己的人都沒有位生 還要開放給別人 那很不合理 另外有政壇人士透露 唐英年和梁振英 最近不約而向當然選委的立法會議員發信拜票 看來在1月中展開的特首選舉提名期 雙方都會不斷出招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胡駿文報導